去年曾经发生台湾凤梨被中国弃单禁止进口的事件 当时全民都非常愤慨打买凤梨 航票知道了以后竟然隔海在美国大吃台湾凤梨干 为台湾加油 当时我看到推特上面的照片真的都快要掉泪了耶 哈喽大家好我是Amy 3月3号 3月3号我喜欢的政治明星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就要来台湾啦 蓬佩奥是最力挺台湾的台湾 只有他挺台挺到被中共制裁 虽然我们都没有感觉到被中共制裁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可是如果有看过我们半导体争霸战系列的同学 就会知道呢 被美国制裁呢 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她现在连银行账户呢都被撤销 她都不能刷卡了 而且呢中共是等到川普政府下台以后呢 才敢制裁她的官员 在大义名分上面呢 中共还是不敢制裁现任美国官员的 所以呢这就被很多媒体给狠狠嘲笑了一番 好今天我们就要来讲影响了台湾命运的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 Mike Pompeo 这一集完全就是迷媚特辑知道吗 1963年出生的蓬佩奥呢 目前是58岁 很少有人知道 他其实是出生于美国加州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 他完全就是白手起家 我们都知道华丽丽的川普内阁呢 被说成是有钱人的朋友呢 还是有钱人 川普是一世房地产大亨 所以他找来的内阁呢 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有钱的内阁 大幅超越了小布希总统著名的百万富翁内阁 川普内阁随便一个人站出来呢 都比小布希总统的内阁整个加起来都还要更有钱 就例如说川普的教育部长Batsy DeVos呢 他其实是全球直销大厂安利家族的媳妇哦 富比士杂志呢 就说他的身价呢 是超过200亿美元的 蓬佩奥其实是川普的第二任国务卿 那他的前任呢 其实是美国石油公司AxonMobil的执行长Rex Tillerson Rex Tillerson的身价呢 就比较差一点 可是呢随随便便也有3亿美元这么多 这个华丽丽川普内阁的第二任国务卿蓬佩奥呢 他其实是工人阶级之子 而且他一直都自称自己是蓝领领导人 其实他已经坐到国务卿这么高的位置哦 他还是非常津津乐道 他在学生时期的时候 曾经在冰淇淋店打工 两度获选为全店最佳员工啊 平凡人家小孩打工呢 所获得的每一份荣耀呢 都是一生珍贵的记忆 我们平凡小孩人家呢都懂的 蓬佩奥其实是一个超级学霸 他后来进入了美国西点军校就读 还得到了1986年那一届毕业生的第一名哦 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之后呢 就派往德国和捷克服役 那当时的德国呢 其实还分成东德和西德 一个是自由阵营的西德 一边是共产阵营的东德 那那个时候呢 蓬佩奥就见识到共产体制的可怕 所以呢他其实是终身反共的 有一次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呢 其实共产体制的威胁一直都在 现在的事件呢 跟当时他在当兵的时候呢 差别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大 或许呢这就是他后来呢 那么力挺台湾的原因吧 蓬佩奥在入军服役五年之后退役呢 退役之后呢 他就申请上了哈佛大学法律系 那他在哈佛呢就拿到了JD学位 而且呢当时他还是著名哈佛法学评论的编辑哦 在毕业以后呢 蓬佩奥我们这位超级大学霸呢 他就顺利的加入了全美前20大律师事务所的 Williams & Connelly事务所 这家事务所呢可是鼎鼎大名非常厉害 都是政商名流来往的一家事务所 那他们打过非常多有名的官司 像是美国前总统柯林顿呢 在白宫女实习生陆文斯基事件中呢 被美国国会提出弹劾案 那当时呢就是这一家 Williams & Connelly代表柯林顿 这家事务所的前任董事长呢 现在呢他已经离开这家事务所 去了哪里呢 去了特斯拉担任法律总顾问 所以你想这家事务所的辈分 肯定是非常高的 还有辉瑞药厂的前任CEO呢 其实也是从这个事务所出来的 当然啦我们蓬蓬蓬佩奥呢 因为担任了美国国务卿 这么重要的职务呢 他现在也成为了这一家 律师事务所的名人校友哦 蓬佩奥担任税务诉讼律师呢 存了一点钱之后呢 他就和他在西点军校时期的同学 一起创业了 他回到妈妈的家乡堪萨斯州呢 他们总共呢收购了四家小型的零件厂 合并呢改造成为一家飞机零件厂 那这家公司就被他们命名为 Thaler Aerospace 其实从这个公司的命名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出蓬佩奥 他性格里面的忠诚团结特质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个公司的名字呢 就来自于西点军校之父 Sylvanus Thaler的名字 这个校长呢 他其实非常了不起 他把土木工程呢 当作是西点军校的核心课程 所以呢就造就了西点军校学生 非常务实的性格 那蓬佩奥和他的同学呢 他们都非常以这个校长为荣 所以当他们创立一个公司的时候呢 就以这个校长的姓氏作为公司的名字 创业后的蓬佩奥呢 其实做的还蛮不错的哦 他们的公司呢 竟然拿到了科室工业 还有贝恩咨询公司 Band & Company的投资哦 一般人可能不是那么熟悉这两家公司 其实科室工业呢 他在美国的石油业和造级业 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家公司 而Band & Company也是很威的公司哦 这里如果有熟悉金融业的同学呢 一定有听过Band Capital 贝恩资本呢 其实就是这一家Band & Company的子公司哦 那贝恩资本里面非常著名的一个合伙人 罗姆尼呢 他也曾经代表过共和党竞选美国总统的职位哦 可见这个Band Capital有多威呢 蓬佩奥的公司呢 就这么顺利的发展 后来就成为了洛克希的马丁波音公司 还有湾流公司 这些著名的飞机制造商的零件供应商哦 后来呢 蓬佩奥去了一家石油专探设备商 Centry International担任总裁 然后呢 他就在2011年的时候 出马竞选堪萨斯州的众议员转而从政了 这其实是非常典型的一种老派美国人的career path 因为美国社会非常崇尚军人 非常勇武的这个风气嘛 那退役崇尚的人呢 因为受到非常务实的军校教育 往往也能开展出非常好的事业 那在他们事业有成之后呢 他们就想要出任公职服务社会 像以前我们在申请一切跟美国有关的program的时候 他的履历就非常重视 你有没有什么公众服务记录啦 这个呢就是美国社会非常重视的一个特质 这跟亚洲社会呢 希望大家要低调啊 不要出头的特质呢 其实是有相当大不同的 洪佩奥的公职生涯呢 是非常的成功 他连续三届当选众议员 是共和党的人气国会议员哦 在2017年他接任中央情报局的局长之后呢 在2018年的时候 他就接替了Rex Tillerson 成为美国第七十届国务卿 那我们都知道 国务卿呢就是美国负责国际事务上面 最重要的一个职位 而也是在蓬佩奥的任上呢 改变了台湾的命运 台湾现在真的是很受国际重视 其实多年以来呢 我每天早上都开Bloomberg当背景音乐啦 以前真的不会讲到台湾 只有什么台风地震的时候才会讲到台湾 可是现在真的是天天都在讲台湾 现在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 台湾也很愿意能够跟台湾来往 可是大家现在可能已经忘记了 在蓬佩奥上台的前一年呢 2017年 那时候台湾真的是最难受的一年 中国辽宁建呢当时动不动就来绕台 文攻武嚇不断简直没有底线 而台湾当时很多媒体呢 都拿了国台办的预算 就专门做一些什么唱衰台湾啊 只有中国是火鹿的专题报道 当时台湾真的是人心惶惶 那时候我在上海工作嘛 我印象真的非常深刻 那时候我同事跟我开玩笑 他就说 欸你再回台湾不用买机票 你就做辽宁建回去就好啦 所以呢 我就一直都忘不了这件事情 那当时在上海工作 我也非常为台湾感到担心 后来呢 我自己曾经做过一场演讲呢 我自己就整理出中共这些年来 对台湾呢 大外宣的一些专题报道 那我自己下去看资料就发现 2017年的确是最可怕的一年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呢 当时有一个事件呢 引发了轩然大波 就是一个人力网站的公关经理呢 他拿了国台办的经费到贵州去旅行 参观了贵州的数据中心资料中心 回来之后呢 他就说人家都在大数据 我们还在卤肉饭 就嘲笑台湾非常的落后 可是事实上呢 Google和微软这些公司呢 他们也都把资料中心建在台湾 但是同样的事情 同样的资料中心 如果建在中国呢 就是人家都在大数据 我们还在卤肉饭 可是建在台湾的时候呢 就说啊 那是因为台湾电费太便宜啦 都是建价出售电力啊 就非常的莫名其妙 非常的不公平 当时还有很多很著名的事件 包括呢 黄志賢在说呢 大陆都在用支付宝啊 台湾真的太落后啦 那个时候呢 还有一个人大代表 他是台湾籍 他叫做卢力安 他就一直说 他是一个台湾女孩 可是他有中国梦 那类似台湾流浪教师 在台湾找不到工作 吸进到中国呢 成为中国的教师 这样的题目呢 也是当时媒体非常热爱报道的 可是后来我自己下去查 发现呢 这样的教师人数 其实并不多 只有几百个人 也就是说中国呢 并没有吸纳 多少这样的工作机会 但是呢 这样的题目呢 却被渲染报道 那一年呢 还有更惨的事情 就是全球各大航空公司的网站 遭到中共的逼迫 你必须要把台湾的国民改掉 改成台湾 Province of China 我们再也找不到台湾的国民 我们就变成了中国的异审 那当时呢台湾真的是人心惶惶 而这样的洗脑呢 也的确会影响台湾的认同 根据政大选言中心 长年来做的调查呢 台湾居民认同 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 在近十年来最低点呢 正好就是2017年 所以其实这样的外宣 的确是会影响台湾人认同的 其实川普总统本人刚上台的时候呢 才曾经被他的女婿给唬到海湖庄园呢 让他的小孙女唱茉莉花 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洗大大听 哦 川习惠当时我看的真的是快要吐血了 可是到了2018年的时候 情势疲变 美国呢正式在美国国家 竞争力报告里面 把中国呢列为是竞争对手 到了4月份的时候 美国就开出第一枪制裁 中国的中心通讯之后呢 川普总统更是亲自上阵 对中国发动贸易战 增加中国出口品的关税 川普政府呢随后开启了一系列 对中国的经济战 科技战等各种制裁 而他们对台湾的态度呢 也明显的变得非常的友善 包括副总统彭斯 国家安全顾问博明 国务院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 还有白宫贸易办公室主任纳瓦罗呢 他们都是一路力挺台湾的人 那在这当中呢 对台湾发言最多 极力力挺台湾呢 当然就是主管对外事务的国务卿 蓬佩奥啦 每一次台湾被人家欺负的时候呢 蓬佩奥最第一时间站出来 力挺台湾说 台湾是民主自由世界的盟友啊 要珍惜台湾力挺台湾 他们一次站出来讲话的时候 我都觉得好像见到亲人一样 蓬佩奥出身西点军校嘛 他的全身上下呢 就充满了军人非常忠诚团结的特质 譬如说呢 他是很虔诚的基督教徒 他是长老教会的教友 到现在呢 他都还是常常的上教堂 还有呢 在冒派跟狗派里面呢 他是狗派哦 他超喜欢狗的 他说他自己最喜欢的就是黄金猎犬 而且呢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星座啦 我有个朋友就跟我说呢 其实蓬佩奥呢 他出生在12月30号 是属于摩羯座 那这个星座的人呢 就是特别有忠诚稳定的特质哦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其实我觉得呢 从他开公司呢 竟然会用西点军校之父的名字 当作公司的名字呢 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个人是非常重视团体荣耀和荣誉感的 有一件事情可能会让女生们 对蓬佩奥的好感度大增哦 那就是蓬佩奥和他现在的太太呢 都是二度结婚 那他和他的太太呢 没有生小孩 他就把他太太在前一次婚姻里面 所生的儿子呢 势如己出 他把他任养成为自己的儿子 非常的照顾 那他的这个儿子呢 今年准备要结婚哦 蓬佩奥就一直说他非常的开心啊 希望能够早日当阿公 因为蓬佩奥呢 把忠诚和团结看得非常重要 而且他也具备军人服从的特质 这就使得呢 他在内阁团队里面呢 特别受到赏试 虽然其实呢 他在担任国务卿之前 他还曾经写专栏批评过川普总统 他认为川普这个人实在太专制 太固执己见 共和党并不需要一个这么专制的总统 可是呢 在他担任国务卿之后呢 我们知道整个川普团队的淘汰率 都是非常高的 一天到晚都有人离职 那离职以后就初初骂川普 可是呢 蓬佩奥心里虽然并不这么认同这个总统 他呢 却从来不对川普say no 川普有任何政策的想法呢 蓬佩奥一定是尽力支持 想尽办法使命必达的 这也就使得呢 川普团队虽然一天到晚有人离职 可是蓬佩奥是一直做到了 最后深得川普的信任 那因为有很多媒体都很讨厌川普嘛 像经济学人呢 他就曾经写文章批评蓬佩奥 他说蓬佩奥你这个人呢 你做政治决策 根本就跟不上你的聪明才智 你太过于服从川普了 变得根本就不像你个人的决策了 其实这样的批评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经济学人虽然批评他呢 可是呢 他还是蛮肯定蓬佩奥这个人的聪明才智 只是批评他过度的追随川普而已 蓬佩奥的忠诚特质呢 导致他注定要跟台湾结下很深的缘分 因为他自己呢 从军的时候呢 就已经开始反共 他深深的反对共产体制 因此呢 他一直都很坚持对台湾的承诺 即使他已经卸任国务卿 他都还是很爱台湾 他经常在推特上面为台湾说话哦 去年呢 曾经发生台湾凤梨被中国弃丹呢 禁止进口的事件 当时全民都非常愤慨打买凤梨 蓬佩奥知道了以后竟然隔海在美国 大吃台湾凤梨干 为台湾加油 当时我看到推特上面的照片 真的都快要掉泪了耶 最近蓬佩奥减肥大成功 实在是瘦得有点不像样了 如果他来台湾的话 大家是不是应该要再把他 喂成胖嘟嘟的呢 非常欢迎台湾的好朋友 蓬蓬来台湾玩哦 也非常希望台湾 能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大家都来台湾玩 好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喜欢我们影片 请记得帮我们按赞 还有记得按订阅频道 加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哦 拜拜